玉里镇公所宣布玉里公有零售市场的摊商将免缴7月份的租金 虽然会使得公所的租金短收 不过公所也希望可以借由免除租金方式 协助摊商穿过疫情带来的冲击 因为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三级警戒影响 造成玉里镇第一零售市场存租人的收入减少 镇长蔡求龙为了要体恤摊商 裁定要减免7月份的全额租金 以减轻支出负担 玉里镇公有市场里面的摊商 7月份的租金全部免费 来帮助我们里面的摊商 因为他们的生意真的是很不好 除了免收摊位租金 公有零售市场也定期消毒 并且实施简讯实联制 人流管制提供酒精首部消毒 熟食摊禁止内用 全部改为外带模式 现在已经延到我们的7月26号 到7月26号这段时间 我相信他们的生意也一样不是很好 秋龙会就是斟酌 斟酌情况能够帮助他们的 秋龙一定会尽力的来 来帮他们的忙度过这一次的难关 三级警戒以来公有市场人流减少 餐饮也不开放内用 公所决定一步收摊商的摊铺的租金 蔡秋龙说 政府应该与民众共提时间 并且期望疫情能够赶紧好转 使生活得以尽快步入正轨 接着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